大家好 我们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不管是在材料科学计算 或是在量子化学分子的计算里面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个工作 叫做结构优化 Geometry Optimization OK 那这个Geometry Optimization 这真的是非常常用的 的一个计算 几乎很多计算都还是 都一定会不管你做 什么工作都会遇到他 做什么模拟工作都会遇到他 OK那这个Geometry Optimization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这支影片呢是主要用这个 主要用那个分子来讲 好了OK 就是说呢这个一个分子呢 都有他属于他自己那种 最稳定的结构或是最稳定的构型 就像我画面上右手边画的 一个比如说一个乙醇分子 这个乙醇分子呢有时候 他一定有他自己最稳定的结构 或是构型 或是最稳定的原子的排列 OK 那我们通常我们比较有兴趣的是 能量最低的构型 嗯 这个意思 其实Geometry Optimization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找 这个能量 找能量最低的构型 OK OK 那为什么我们对能量最低的构型 或是构型 或者是构型 构型 构型 OK 好 那为什么我们对能量比较低的结构 或是构型 你比较有兴趣呢 因为这个之前这个这个有提过啊 这个就是跟这个波茲曼分布是有关系的 OK 波茲曼分布告诉你呢 你这个某一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呢 跟他这个波茲曼因子是有关系的 OK 那所以呢 你的这个E呢 如果你这个E的能量越低的话呢 你这个出现的几率就是越高啦 OK 所以我们对这个能量最低的构型 我们会比较 我们会比较重视 因为他就是能量出现几率最高 的 他因为他出现能量最高 所以我们认为能量最低的结构 应该是最常出现的 OK 好 那我们再找这个 所以是找这个能量最低的构型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呢 就是说 嗯 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这个每一个分子系统 我们就讲分子系统好了 就是呢 你这个分子系统呢 其实是一堆 一堆 一堆原子坐标的函数 他可能有X1 Y1 OK 第一个原子的坐标 Z1 然后第二个原子的坐标 XY2 Z2 然后呢 第三个原子的坐标 X3 Y3 O3 Z3 就提了下去 OK 所以你有N个原子的话呢 你的NH NH的函数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3N 3N NH NH 是一个总共有3N个变数的函数啦 OK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OK 比如说像这个乙纯分子的话 这边有1,2,3,4,5,6,7,8,9 这边有9个原子啊 那9个原子 每个原子有3个XYZ坐标 9乘3就是27啊 所以你的NH的函数 这个分子的这个是它的 它能量呢 它的能量呢 是这27个变数的函数哈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哈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这边顺道一提啦 一般来讲 通常我们目前在分子做结构优化的话 通常正常来讲 我们并不会用这个XYZ坐标的当做变数啦 因为这个用XYZ当做 用XYZ当做变数做结构优化的话 其实它的速度会比较慢 而且时间会拖得很长哈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下 XYZ坐标呢 还是还是蛮有用的 OK 好的 那那目前的话呢 这个我们目前常用的 我们常用的 常用基本上量子化学计算 分子计算里面我们常用的是呢 这个 呃 所所谓的内坐标啦 OK 那这个我稍微提一下 Bound1 OK 就剑长 第1个剑长 第2个剑长 第3个剑长 第3个剑长 OK 或然后 然后呢 Angle1 还有剑角 Angle1 Angle2 Angle2 然后呢 Angle3 Angle3 哒哒哒哒哒 然后还有呢 二面角 Dihedro 1 然后呢 Dihedro Dihedro2 Dihe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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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K 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常一常见的量子化学的计算分子的计算里面呢 通常大部分的package呢都是用这个 它是以这个分子里面的所有的剑长的剑角或者是二面角来当做一个变数了 然后它去瞧这些电剑长剑角还有那个二面角呢来来来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找这个能量的最低点 OK 那这个XYZ坐标呢这个刚刚有提过只有只有在很特殊的状况下或许XYZ坐标还是有用的啦OK OK 那但是它的它这用XYZ坐标做结构优化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通常你那个结构优化要用XYZ做结构优化的话你通常那个那个那个结构优化的部数要调的很多可能要至少调到一两百以上OK 好因为这个非常慢OK 但是某些特殊状况下还是会用的到它 OK那这就不多讲了OK 这如果有实际的例子再跟各位解说的OK 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我就跟各位只是稍微跟你介绍一下 其实结构优化就是要找到能量最低 就是要找到能量最低的结构或是找到能量最低的构型 或者能量最低的构型 OK 那其实呢 我们其实就是要找能量最低 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一个minimum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一个find the minimum find the minimumof e的一个问题 of e的一个问题 OK 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其实在我们数学里面呢 我们要怎么这样找 我们有有 其实我们已经有学过早就很早就学过一个方法 可以找出一个函数的minimum在哪里呢 那怎么找呢 这个我想大家都都有都有印象 我们就总能对这个 比如说假设啦 我这个energy呢 就只是某一个x的变数的话呢 x的函数 不是x变数 x函数的话 那我对这个x为分的话呢 OK那如果它等于0的话呢 那我去解一解它呢 OK那我就可以应该就可以找到那个x是多少的话呢 这个energy是minimum OK 好那当时这个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呢 如果你是minimum的话呢 你这个能量呢 对这个x的二阶微分呢 是必须是大于0的 OK OK好的 这个应该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以前微积分都学过啊 其实就是对某一个 energy 就是对energy函数做微分啊 OK 那其实我那回到我们这个geometry optimization这个问题啊 这个我刚刚有提过啊 这个随便一个分子啊 随便一个分子啊 它那个整个这个这个变数的自由 这个变数的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随便一个小分子 它的自由度简单来说就27个 像这个就27个 那如果我们如果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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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微分的话呢 哇那这个这个真的是太太太可怕了 那如果分子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呢 那那那那这个就糟糕了 OK 所以说呢 其实呢 通常在结构做结构优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一套演算法 我们会需要 We need an algorithm OK need an algorithm algorithm to find minimum 就是说呢 在这个 在做结构优化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我们是不会去 我们是不会去做这个微分等于0 然后去找这x等于多少了 在分子系统的结构优化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这个变数数目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演算法 这演算法就是说 它帮我慢慢的去找到这个 这个minimum在哪里 OK 那我们这个就是这边主要就是要介绍一个 我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我是用 我会用一个叫做 这个Newton Robson Newton Robson的方法 我会介绍一个Newton Robson的方法 OK 这支影片为Newton Robson的方法 那我用这个Newton Robson呢 这个演算法呢 来跟各位介绍这个结构优化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 OK 好的 那其实这个Newton Robson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演算法其实没有说什么 多多特别或是多难 它其实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 那这个东西呢 我来解说一下 这其实呢 我们假设的 我们先 我们先不谈这个多变数的时候 这个这个 我们先谈一个就是 假设我这个系统就只有X 这个系统这个能量就是X的函数 就只有一个变数就好 OK 我们就把一个变数的问题就讲清楚 那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推广到N个变数 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假设呢 我们这个 Energy呢 就是某一个X的函数 就这样子好了 OK 那比如说我在 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Energy的函数呢 我再某一点呢 在XK XK这一个点 在XK做 做 Taylor Expansion Taylor展开 嗯 OK Taylor展开是这个 其实也是很基础的微积分 OK 好的 好那 做这Taylor展开呢 比如说我在XK做Taylor展开 所以我在 X 我在XK附近做Taylor展开 那会等于在XK附近呢 那会等于在XK附近呢 然后呢 Taylor展开呢 希望各位可以 还记得 D1 D1 DX 然后再XK DX 然后再加上1分之1 然后D1平方 DX平方 OK 然后XK 然后DX平方 OK 那我后面还有这些像啊 后面 Taylor展开是后面还有很多像 这个我就呢 我就忽略掉了 Ignore 那我现在要写 To Second Order 就是Taylor展开 要展开二阶像就可以了 OK 后面像就忽略 OK 好的 好 那 OK 好 那我这个Energy Function呢 我这个Energy Function 有什么特色呢 如果啊 如果我在minimum的话 If 我在minimum的话 哎呀 如果 啊 如果呢 我的 如果我在minimum的话呢 如果在minimum的话呢 我的这个Delta E呢 不是Delta E 我这个X 我这个Energy的Function呢 对这个Delta X的微分呢 应该是要等于0的 OK 如果在minimum的话 OK 这个我们前面提过啊 什么叫找minimum呢 OK 就是这个Energy Function 对X的微分等于0嘛 那我现在呢 我在XK附近呢 我做 X这个Energy Function 我在XK附近做Taylor展开式 OK 那这 那如果我现在 我在XK附近 我现在如果正在一个minimum呢 我这个X加K这个函数呢 它对Delta X微分的话呢 应该是要 要到等于0啦 OK 那这个等于0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东西哈 这个我们会得到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等于0的话 这怎么算呢 这个在XK 这个Energy在XK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数值而已 一个数值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常数呢 那常数微分呢 其实就是0啦 所以第一项呢 会是0 OK OK 那加上第二项 哎呦 小心一下 这会变成0 那第二项呢 是这个 是这个Energy的 Energy在XK这边的 在XK这一点的微分 OK 那就是这个数字呢 就是一个常数而已 这个你就先不用 这就是一个常数而已 OK 这个就先不用理它啦 OK 那因为对DeltaX微分嘛 这微分就是1嘛 所以这就是 这就不用懂啦 OK 那最后这一项呢 这个在XK那一点的 二阶微分的话呢 哎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呢就保留住 这个不要懂 XK OK 那因为是对这个DeltaX微分 所以这个DeltaXり拼买微分 会称为 两倍的DeltaX 那两倍的DeltaX呢 这两倍 并外面是2分之一乘起来 那就消掉了 所以呢会变成DeltaX OK 所以呢我在这个 꿈 Use Minimum这个条件呢 我会得到一个等式 会得到一个等式 那这个等式呢 我们再往下往下推推看 这个等式呢 最后呢 我们会得到这个等式 OK 那這個等式往下寫呢,我們會得到什麼呢? 這個等式往下寫呢,我們會繼續,我們會得到 這個d 平方 1 dx 平方 xk 乘 delta x 會等於 嗯,會等於負的 d1 乘 dx,然後 xk 那最後呢,我們會得到這個 delta x 會等於 哎呀,會等於多少呢?這個式子就有點長了 分母是 energy 的二階為分 然後是 xk 那一點的二階為分 然後呢,分子是在 xk 那一點的一階為分 但是掛一個負號在上面 好的,那我們再說一下 那我把這個 delta x 呢,我把它記做 我把這個 delta x 呢,記做呢, xk 加 1 呢 就是 xk 的下一步,然後擴掉 xk 現在這一步 然後會等於這個 然後呢,測的 de over dx xk,然後呢,d 平方 1 dx 平方 xk 好的,然後最後呢,我會 finally 我會得到 xk 加 1 等於 xk 加上,嗯,負的 de over dx xk 然後 d 平方 e over dx xk ok,這個就是呢,我利用這個鈦勒展開式呢 還有呢,這個在 minimum 附近呢,這個 energy function 的一階為分 會等於0呢,我最後我得到了這個式子 這個就是呢,這個就是演算法 這個就是 Newton Robson 演算法 這最重要的結果啦,ok 我 xk 的下一步呢,會等於 xk 呢,加上這個 加上這一坨東西啊,那這一坨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哎呀,哎呀,我把它移過去了 哎呀,不是,我不是要移這個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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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啊,稍微移一下位置啊 ok,我們看一下分子呢,分子呢,是在 xk 這一點的一階為分啊 那是掛一個負號啊,那這個一階為分呢 哎呀,我把它記作叫做 Gradient 我把它Gradient,這就是負號保留住 Gradient 然後在 xk 這一點的一階為分啊 ok,那這個能量 T,這個其實就是能量的 T 度啦 ok,那能量 T 度是什麼呢,各位知道嗎 能量的 T 度,能量的 T 度 能量的 T 度,再掛一個負號,各位還記得是什麼嗎 這其實就是 force 啦 這個 force 呢,等於負的 G xk 所以呢,這個就是 force 這是 force,ok,好的 那這個分母呢,是能量的二階為分啊 那能量的二階為分呢,通常我們會簡單用 H 來表示 這個我們叫做 Hessian,H-A-S-S-I-A-N,叫做 Hessian ok,那這個 Hessian呢,哎呀,這個我以為我遇到了 哎呀 ok,那這 Hessian呢, Hessian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數學上定義的名詞啦 那就是,就是,就是能量的二階為分呢,就叫做 Hessian ok,能量的二階為分就叫做 Hessian 那現在是 xk 這一個點,所以是 xk 這一點的 Hessian ok,好 所以呢,這個我們在最後再把這個東西精簡一下 xk 加 1 會等於 xk 呢,加上 xk 這一點的 force force,然後 xk 然後呢,是在 xk 這一點的 Hessian ok 好,那最後呢,這個式子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說啊,這個其實呢,這個我們現在用這個,這個推出來這個東西呢 這個也就是說,當我們要去找這個 energy function 的這個 minimum 的時候呢 我必須呢,我必須呢,ok 其實意思就是說啊,怎麼找這個 minimum 我必須先,一開始我先給一個 x0 ok x0之後呢,x0 然後呢,在 x0這一步呢,我可以算出 force 0 然後呢,還有 h0 ok 然後呢,我再,然後呢,那因為我在 x0,f0,h0 我可以得到,我可以得到新的 x1 對不對 我可以得到新的 x1 ok,新的,就下一步 ok,下一步,在下一步的位置 那在下一步的位置,我在這個位置 我一樣可以再去算這一步的,這個位置的 f5是,f0 的力是多少 然後你這一步的黑旋是多少 ok,然後呢,我得到這新的,新的東西呢 繼續在下一步 x2,f2 然後呢,新的黑旋 ok,然後這樣如此急需不停的一直下去啊 然後最後呢,我應該走了一定的步數之後呢,我會得到 我會得到這個 x,最後我會得到最後的,最後的 x 然後最後的 force,然後最後的這個hation ok,所以呢,這個其實就是結構 我們這個東西其實就是結構優化的過程啊 這個Newton Robinson推出來這個公司就是結構優化的過程 就是一開始你必須先有一個起始位置 ok,我先說,這x0呢,雖然只有當作一個,x0只有一個變數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代表起,initial position initial,initial,initial position ok,那你有一個initial position之後呢 那initial position的force是可以計算的 hation也是可以計算的 然後你就往下一,推下一步 ok,然後再推下一步,再推下一步,再推下一步 ok,好的 然後呢,在每一步跟每一步之間呢 我這個整個計算流程會去比較啊 這其實跟這個我們之前提的這個scf呢 很像啊,它會去做什麼事情呢 它是到這一,比如說0推到下一步的時候 它會去比較x1-x0有沒有小於某一個 有沒有小於某一個數字 ok,然後呢,另外一個也是這樣 它會算新的force跟舊的force 有沒有小於某一個數字 ok,那如果呢,它發現了沒有小於某一個伐值呢 就是我們scf的流程講的 沒有小於某一個,沒有小於某一個伐值 就表示這個計算呢,沒有收斂 ok,那沒有收斂的話 它會繼續去走 它就會繼續去走下一步,走到x2 那它到x2的時候呢 它一樣會再做一件事情 這x2-x1 就是新的位置跟舊的位置 有沒有小於某一個值 ok,然後新的force跟舊的force 有沒有小於某一個值 ok,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不停地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那這個演算法呢 這個理論上來講呢 就是照這個演算法 照這個演算法 這樣一直推演下去 最後呢,你的這個Δx 跟這個force 跟Δf呢 最後一定都會小於某一個值 那當它這個Δx呢 你當這個Δx呢 還有呢,Δf呢 小於某一個 小於某一個值的話呢 這個我們專業術語的話呢 應該打一個GoGo Check 如果當這個 哎呀,我應該打GoGo 當如果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的話呢 這個我們都稱作呢 這個計算呢 這個結構優化呢 Converge OK 我們就說過這個 這個結構優化計算是Converge 就是你Converge 就是說呢 我找到了一個 一個穩定的構型 然後這個構型呢 是這個系統的能量的最低 這個系統的能量 這個分子的能量的最低點 OK 這叫做Converge 就Converge 就小於某一個法子 就Converge了 OK 所以說呢 這個結構優化計算過程呢 其實是相當的計算的耗時間的 OK 因為它其實不是只有去計算這個 我們之前有稍微提過 它這個每一個點呢 每一個步驟呢 其實都是要去重新計算一次它的能量 那除了計算能量之外 它還要去計算這個能量 用那個能量去計算這個force是多少 計算這個force是多少 那這個force是牽涉到 是能量的一節微分 OK 那基本上能量一節微分 目前說 這個東西在說的量子化學的package裡面 這個能量的一節微分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就是要花時間而已 OK OK 那最後呢 剩下的我要提的是說呢 其實還有 OK 那現在以目前大部分的量子化學計算的 這個軟件呢 或是說軟體呢 它其實 並不會去計算每一步的這個hation OK 那這hation的計算更耗時 因為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 hation是energy的二節微分 那一節微分呢 已經夠耗時間了 那現在你再多一節微分了 那更耗時間了 所以說呢 一般結構優化 通常預設的方法 是不會去計算這個二節微分的 因為那才太耗時間了 那你要算二節分只有在 除非你要在找transition state的時候 你才真的需要二節微分 那一般來講 在普通的結構優化裡面呢 我們一般的package 是不會去算這二節微分 那它不算這個二節微分的話 那它怎麼去做這結構優化呢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Newton Robson的這個 這個推演的這個演算法 欸我需要 我分母就是需要這個hation 就是能量的二節微分 那如果這個package不算這個 能量的二節微分 那它是怎麼做的呢 這個要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呢 這個h呢 因為這個h0 h這個hation hation的這個計算量實在太大了 hation的計算量高 計算量大耗時 計算量大且耗時 稍微寫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 一般來講啊 我們一般現在這個結構優化 應該是說採用 所謂叫BFGS的algorithm BFGS algorithm BFGS algorithm BFGS的algorithm 那這個其實各位可以去google一下 這個BFGS algorithm 這個其實是很 很多領域都在用 也不是只有 只有量子 我們的量子化學計算 或是材料科學計算 才在用 很多領域都在用這個演算法 找這個函數的mini 找函數的這個最低 最最最最佳值 OK 那這個細節我就不脫梭 我這邊解釋到一個概念 它這個東西呢 這個就是說呢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是用去approximate Haitian approximate Haitian Haitian 然後呢 at initial 然後呢 然後呢 updating updating Haitian step by step by step OK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有看懂這個英文的話 你大概已經知道這在家裡講什麼 但是我還是稍微再複數一遍 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H呢 二階微分這計算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呢 一般來講 BFGS就說 OK 那我這個新的這個演算法 我不要去 我不要再去算這二階微分了 那我一開始的一階微分 那我一開始二階微分要怎麼給呢 他說 一開始給的這二階微分是approximate 是這種近似的 是一種近似的 就是拆的啦 其實其實你有寫 其實你也可以寫說用拆的也可以啦 OK 那這個怎麼拆呢 那這個材料計算的話 我就不太知道 但是以這個 比如說常見的量子化學軟體 比如說像Gaussian 他怎麼拆這個initialHaitian呢 那這個initialHaitian會根據你的 就是你的那個鍵長啊 鍵腳啊 還有那個那個二面角啊 dihedral OK 來拆齁 就是說呢 他會根據你這個分 你給定的這個分子 他的鍵長啊 原子種類鍵長鍵腳 還有那個二面角呢 我會給你一個initial的這個 出拆的這個Haitian OK 然後這個BFGS呢 他的做法就是說 我在每一步的過程裡面呢 這個Haitian是可以被update OK OK 就是說呢 我可以 那這個update呢 比如說呢 我的H1 H1是construct by 可以被construct chonder construct by byG1 OK Ograding1 OK 就是說呢 我在第二步的是 比如說這個第一步這邊 不是第二步 第一步這邊呢 那我的新的Haitian呢 我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當下的這個gradient gradient vector呢 去重新用這gradient的Vec 就是這個能量梯度 能量梯度去用這個能量梯度呢 再去建立一個新的這個Haitian OK 然後呢 我再下一步的話呢 H2 第二步的Haitian 我就construct construct by G2 然後呢 我這個H 然後呢就不停地繼續下去 然後就不停地繼續下去 那這個演算法的好處就是說呢 在經過幾步之後呢 你這個Haitian 會慢慢慢慢慢慢的 會變成一個比較合理的Haitian 因為一開始是隨便猜的 而且是跟非常粗糙的猜法 OK 那經過這個每一步的這個迭代的過程裡面呢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gradient會越來 你這個gradient 它 它反正就是 它就是用那個每一步的gradient 去重新建立的Haitian 然後呢 這個每一次 然後每一步的gradient 會越來越合理 越來越 越來越合理 那你用gradient 建立出來的Haitian 越來越合理 越來越合理 然後呢大概幾步之後呢 這個Haitian大概就可以幫助你呢 找到這個能量的最低點 這個呢就可以省去呢 這個這個二階尾 這個能量的二階尾 繞過能量的二階尾封 因為能量的二階尾封 因為能量的二階尾封的計算量 真的是很大 而且是時間會等的非常久 那相比 相比較於能量的一階尾封的計算呢 就是速度就是快了 會非常多 雖然也是需要一些時間 可是它快的 它跟二階尾封比起來 實在快太多了 所以說呢這個做法呢 已經是被大量 已經這個BFGS 這個演算法 已經被大量的採用了 OK 那實在是 除非說你實在是說 要做到非常精確的計算 你才需要說 我每一步都要去給它 算這個二階尾封 OK 要不然呢 稍微 比較稍微 要求一點的人 他可能會說 我第一步去算二階尾封 那我後面呢 是用這個 後面再用這個 這個 這個梯度 梯度的 梯度呢 去從 用這些梯 接下來這些梯度 再去update我的黑旋 OK 就頂多的忍受第一步做一下 OK 那後面都是用update的 這個也是一種 還蠻流行的做法 OK 那其實如果你的分子 不要太奇怪的話 其實用出差的黑旋 其實也就夠了 OK 因為這個 就算你用第一步用黑旋 看起來好像比較 好像比較嚴謹 那其實最後那個結果 根本就 不會差多少 OK 那我剛剛提過 這個真的要算黑旋的話 就是你要去找那個 存序線State 就是那個反應的話 有那個中間那個 存序線State 你要做這種計算 那你就真的就是 一定要去做 這個能量的二階位分 那那個東西 這個不在我們這個影片的 這個討論的這個範圍裡面 OK 好的 這個就是我要給大家一些 一個關於這個 這個結構優化的一個概念 那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還有最後 對對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概念 忘了跟各位講了 哎呀 哎 最後呢 我要還有跟各位提一下 一個東西就是說 就是說呢 你做結構優化的時候呢 哎 我在哪裡呢 啊 我寫在這邊好了 嗯 OK 哎 你最後呢 我在結構優化這邊 我再多提一點東西 這個也是做結構優化一個概念 你要永遠在放在腦袋裡面 就是說呢 通常呢 這個可能以前有些影片 我已經講過了 比如說這是X 然後這是能量 這個其實呢 我們Energy呢 其實有時候這個 這個函數 有時候它是有很多的Local minimum OK 它是有很多Local minimum OK 畫一個好一點的 所以 有很多Local minimum OK 有是有很多Local minimum的 OK 好的 那我跟各位強調一點 就是說呢 當各位在做這個結構優化的時候 其實這個 其實你的構型 你的分子 只要稍微大一點 或是柔軟一點的話 它有很多 它會有很多的構型的可能性 那會有很多的Local minimum 就比如說像這邊 這邊有一個Local minim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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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那如果呢 你這個結構優化其實的位置呢 是放在這邊的話呢 那它最後呢 這個演算法 這通常結構優化的演算法 通常只會把你帶到這裡而已 OK 它並不會這麼聰明喔 喔 說你一開始放在這邊的話呢 喔 它這麼聰明 它會就是跑來這邊喔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OK OK 那這個結構優化呢 這個結構優化有什麼 它只會在你的其實值附近呢 幫你找到附近的Local minimum而已 OK 那你也不要覺得說 我放在這邊呢 它會找到這麼遠這邊來 這個也不可能 嗯 這也不可能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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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也不可能 OK 先打一個叉叉 那所以說 那舉另外的例子呢 那如果我放在這邊呢 我放在這邊呢 它最後大概也是只能 找到這個Local minimum而已 那我要找到 這個能量最低的 這個Local minimum 那我必須怎麼做 你大概一開始就是 必須要把這個位置 調調到 調在這邊 那它就會可能 就會找到這個 這個最穩定的 這個Local minimum 最穩定 能量最低的 這個Local minimum 所以說這個也是跟各位說 如果你當你的系統呢 很柔軟或是 或是cluster 或是团促 它有很 它的Local minimum的 數目很多的話 你必須去試 各種不同的起始結構 各種不同的起始結構 然後繼續做結構優化 然後看最後結果 哪一個能量比較低 這樣你才會 比較 比較正確的 找到你的minimum 才會正確找到 比较 minimum 那當然 如果你的系統 你的分子是很硬的 不會動呢 很硬的 不會轉 轉不太動的 那當然那個 其實那就很好猜 它的Local minimum 或是Global minimum 在哪裡 但是如果你的分子 是比較軟 或是比較大 或是cluster 那種水的cluster 一個分子附近 有一堆水的cluster 那個Local minimum的位置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你必須去 一開始去 建立很多不同的起始位置 然後每一個都做 然後做完 來確定你真正的minimum 在哪裡 OK 這只要跟各位提醒 你要做minimum要注意的事情 OK 就不要覺得這個演算法是無敵的 這個演算法 只是找起始位置附近的 Local minimum而已 這個就是做結構優化的時候 要注意到這一點 OK 好了 這支影片實在是有點錄的太長了 那我們這個 Geometry Optimization 我們就暫時停在這邊 那我們 以後關於有關 量子化學計算 有時間 我再會再多錄一些影片 OK 好 這支影片到這邊 OK 哦 對 這個結構優化 那我之後可能會示範一些 用高選示範一些 結構優化的一些影片 那這個就 我們就之後呢 再說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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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個怎麼沒有停 哇 35分鐘 拜拜 拜拜